我们今天开始讲第十讲表就是五界十善 那我们上次讲到第九讲表就是说 佛陀施设了五种的不同的方法来度我们不同根基的众生 哪五种方法 人圣 天圣 身文 圆觉 菩萨 对不对 五种的方法度不同根基的众生 那今天就是要讲前面两个人圣跟天圣 就是讲五界跟十善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五界十善它是五圣的共法 每一个法门你都是要以五界十善为根本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就是教我们的好好的断恶修善 这个是学佛的基础 因为我们在第八讲表也学到了 我们要勤修戒定慧 然后断一切恶修一切的善 度一切的众生 好 那我们今天开始就开始学习五界十善 好 那第一个呢就是不杀身 不杀身呢包括了不食众生肉 如果你只守五界的话你可以吃三劲肉 就是不闻杀 不为我杀 不见杀 那要是守菩萨界的人就是完全不可以食肉了 那再来呢很重要一个不杀身就是不可以堕胎 因为我们知道当父母亲交购的时候 那一刹那开始已经是有生命在这个生命体了 它已经算一个友情的众生 所以不管你什么时候杀它这都是算杀身 所以这个是犯重罪 然后呢再来呢我们小每天日常生活的昆虫蚂蚁 这些也算是杀身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预防 把家里打扫干净 让它们不会进来 那就是预防为最好的方法 那再来呢很多 丝绸被那些 因为是很多很多的蚕丝 才会有一个被子出来 这个呢大小肾都不开源 这个我们都不可以去盖 然后还有很多的动物的皮啊毛啊 这些我们都要远离 都是跟杀身有关系的 那我这个也是儒家讲的仁义与知性的人 就是我们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 一切的众生跟我们都是 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 我们就是不要伤害他们的生命 众生最爱的就是他的生命 要是我们去伤害到他的生命 那这个罪呢就结得很重了 那我们中国有一个圣人叫做商汤 商汤呢有一次出去外面呢 就是去游玩的时候 看到猎人正在打猎 那这个猎人呢很残暴 就是四面八方全部都装的网子 装的很多 然后上上下下 然后他还发愿说 愿所有上面飞的下面的 然后左边右边全部的呢 都投入我的网当中 那商汤这个君主非常的仁慈 他听到了以后呢 他就命令他把所有的网给拆了 剩下一面网 然后他发的愿是不同 他说愿啊 该往左的就往左逃 该往右的就往右逃 该往上的就往上飞 该往下的就往下逃 只要命真的该觉得才跑到这个网当中 那他这个心就是很仁慈 一个君主对出生到这么的尊敬 后来呢有四十八个诸侯呢 都归上于商汤 因为他这个仁慈不爱的心 所以我们儒家是非常强调一个慈悲心 佛家更是以慈悲为本 所以我们不杀身 好那再来不偷盗 不偷盗呢就是任何的东西 不是该我们的 我们叫不渝取 就是说不是给我们的 我们都不去拿 都不去占人家的便宜 不占国家的便宜 任何的人的便宜 那佛陀制戒呢 他当时制戒都是有原因的 是众生呢他们犯戒 所以呢佛就制定戒 只有佛可以制戒 任何人都不可以制戒 只有佛制戒 那那时候呢有一个比丘 他叫做坦尼迦 那坦尼迦呢 他自己住在山上就盖了一个茅棚 盖了一个茅棚 结果他有一次出去 就被人家给拆了 然后拆了以后呢他想怎么办 后来因为他家里本身呢是做瓦的 所以他说那我就盖一个瓦的房子 结果他这个瓦弄得很漂亮 漆的红色的 佛头远远看到说 啊这个太豪华了 不适合出家人 就叫人呢把它拆了 拆了以后呢想说 啊草又不行 然后瓦又不行 那怎么办 他说好 那我就盖一个木头做的 结果呢他就去国王那里呢 那种木头的地方就去说 啊国王允许我来拿这些木头 去盖一个木头的房子 结果他就盖拿了木头盖房子 结果管理木头的人发现了以后就去问国王 国王就说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要给他这些木头 然后呢这个坦尼加就说 国王啊你登基的时候啊 你说所有在你国家的出家人都可以用你国家的东西 然后那国王就说 这个不算了 我是说你们可以用 没有主的物 这个是有主物 这个是国家拥有的 有用的木头 不是随便可以给人的 所以呢后来就告诉了佛陀 佛陀呢就自戒 所以所有的出家只要没有允许的东西 你不可以随便拿 所以这个坦尼加就有点不老实了 所以佛陀就马上致戒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因财师教 碰到什么事情 佛陀呢就机会教育 好那这个我们儒家讲的见德思义 就是说任何有得到的东西 我们都要看是不是义 这个义呢跟是义的义是同一个字 那我们古时候就是 这两个是通用的 所以我们一看到有得的东西就知道说 我们到底是该不该得 我们应该得的才拿 不应该得的呢 我们就是不拿 那这个包括很多东西 公家的东西 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不能用私人 当作私人的用品 用一支笔一个纸我们都要小心 然后呢就是 我们不要逃税 该付税就税 因为你一欠就称欠整个国家 那这个就很重了 所以国家的钱我们就是不可以贪 然后呢再来呢 要是你用人家的东西用了很久都不还 这个也犯偷盗 然后呢你要是拷币很多的盗版的电影 这些也全部都犯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偷盗 自己都不晓得 其实日常生活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包括在里头 那我们就是要小心谨慎 好那再来呢 就是第三个呢 就是不邪淫 不邪淫呢 就是夫妻以外的性行为 都叫做邪淫 现在我们很多都 夫妻都是外遇啊 这些都是算邪淫 然后呢很多就是 有的还没有结婚 同居 这个也是算邪淫 然后呢夫妻的阵营也是有限度的 那菩萨呢 佛呢他治了很多的戒 夫妻呢只能够晚上的时候 在自己的卧室行房 其他一律白天什么地方 别的地处都不可以 然后呢要是是十灾日 六灾日 佛陀的生日 或者是父母亲的生日 那些日子都不可以 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戒律的 所以我们都要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淫 虽然手淫没有对象 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强害身心的一个习惯 这个也犯邪淫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小心 不要造这些的罪 那我们儒家呢讲说 不邪淫是人意理智性的理 所以这个理呢就是恭敬的意思 那我们儒家说 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 只要夫妇这一轮正了 五轮关系就正了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离婚 就是因为很多婚外情 所以就离婚啊 很多离婚的时候 孩子就很不正常 所以造成社会这么这么多的问题 都是从夫妇开始的 所以我们就是夫妇这一轮呢 守得好 天下就太平 那那时候和朝汉武帝嘛 他有一个姐姐叫胡杨公主 那那时候他就心寡 心寡了呢他那皇帝就问他说 文武百官你有没有喜欢的 然后他就说有啊 那个宋宏啊气宇非凡 我很喜欢他 结果呢皇帝就去问宋宏 那宋宏已经是有妻室的人 那妻室的人那怎么办呢 那皇帝一问啊 他也不好意思马上就不要啊 他就说什么 他就说了很感人的话 他就说平贱之交不可忘 朝康之妻不下堂 就是说当我们很贫苦的时候 跟我们在一起的朋友 我们不可以忘 那我们跟我们一起吃 那个很醋米粮的太太 我们也不可以把它丢掉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道义的人 所以儒家就是非常的有道德仁义之心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佛性是相合的 OK好 那这个就是不邪淫 再来不妄语 就是我们有大妄语 有小妄语 大妄语就是什么 为正言正 为得言得 没有说没有得到一果二果三果 你说你得了 这个都是犯戒 那小妄语呢 就是二口啊两舌啊 其语啊 这个日常生活的 这就叫做小妄语 那我们儒家呢 讲说性 就是我们人呢 要言中性行赌尽 就是我们言与行为都是要合乎一定的规矩 所以我们说谨言圣行 那弟子规就很多很多京剧啊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对不对 人有短 妾莫接 人有思 妾莫说 对不对 道人善 即是善 道良人恶 即是恶 这个全部都是在规范我们的口业 那这个口业呢 常常犯 就常常的拜佛拜了半天 口业都全部都流掉了 那这个就是很划不来了 所以我们口呢 就是要守好 要谨言圣行 好 那再来呢 第五个 最后一个就是不饮酒 不饮酒呢 酒呢 算是无名药 就是让我们会昏迷的 那这个它本身是一个遮戒 因为它本身没有罪 但是呢 前面四个是性罪 就是它本身 你就算不守戒的人 你杀身偷倒 这些都是犯罪 因为有因果的问题 但是酒它本身是没有罪的 但是因为你喝了以后 很容易造前面那种四种罪 所以它是一个遮戒 那所以我们儒家也说 它是属于智慧 我们就是要酒不及乱 就是不要让我们神事昏迷 这样子都会伤害到我们的智慧 那佛 有一个 加设佛的时代 有一个五戒的比丘 五戒的在家居室 他有一天口很渴就回家 回家就看到一杯东西 他就喝下去 结果呢 是酒 那他一下子就 就不知道人 然后他就肚子很饿啊 看到有前面一只鸡走过去 他就肚子很饿就拿来杀了杀了 就吃下去 吃下去了以后呢 隔壁的太太来找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家的鸡 说没有没有啊 你去后面看一看 结果呢 叫他叫去后面 就把他强奸了 所以他因为喝了那一个东西 他也杀身 也偷盗 又邪淫又妄语 就是一个这样一杯 让他全部都破戒 他本来是守五戒守的很好的 所以这个酒是很恐怖的 所以佛呢 就是要制戒 让我们不喝酒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 你卖酒犯重 你自己喝还是犯情 你卖给人家 这个犯重罪 所以呢 我们要是开仓 我绝对不可以卖酒 然后呢 然后呢 可是要是你是要用的酒 你为了治病 那个可以 那个叫做开元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下面 有四个字叫做开遮持饭 那开呢 就是很多戒律呢 是很开通的 该开的时候 我们会开 像说要是猎人 要抓这个猎物 那我们可以打妄语 哦 从那边走了 其实他起来往那边 那这样子呢 你是行菩萨道 所以这样子不犯 这个叫做开元 反而是有功德的 那遮呢 就是禁止做的东西 我们就不可以做 持就是我们要持守 犯就是你犯戒了 犯呢 他有重有轻 像你杀人 重就罪 就是很重 那要是你杀 看你的对象 你要是杀父母 杀三宝 杀师长 这个罪就更加一等 所以就是 有轻有重罪 那就是看你造时候的那时候 约心约静 约相续 就是有不同的因果 好 那这个你想要得到人生 你就要是要守五戒 那在无量寿佛经 我们就读到他说 我们要舍五恶 去五痛 离五烧 持五善 什么是舍五恶 就是这个五个戒 就是杀到 遗忘 所以在无量寿经哦 教念佛的人 你一定要去掉你的五恶 然后呢 你才会去你的五痛 五痛是什么 就是你在现在在人世间 所遭受这些恶报 就是从你不守五戒来的 然后呢 离五烧 离五烧就是你来世 会去地狱 恶鬼 畜生的果报 因为你不守这五条戒 然后呢 你要持五善 你才会离开这个 五恶 五痛 五烧 因为这个是焚烧 我们人生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罪 所以我们就是要远离 那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要忏悔 如果做了 就是实时忏悔 如果你忏悔 有惭愧心 你就不失戒体 所以持戒是一个 一个精神 你就要一直保持的 每天断恶 每天修善 每天都要 自己的心里头有戒体 好 那这个就是五戒 再来我们看 以的部分 就是实善 那实善呢 我们佛门 有一部 实善业道经 那这个是佛门 很基础的一部经 他讲得非常的好 那里头的重点呢 就是 其实就是一句话 他说 为什么菩萨有一法 断一切恶道苦 昼夜思为善法 观察善法 不容豪分 不善夹杂 为什么菩萨可以断一切恶道的苦 他只有一个秘方 什么秘方 奏夜 就是时时刻刻 思为善法 观察善法 不容任何的不善 跑到自己的心当中 心里头一其恶 怎么样 马上对质 让自己的心呢 纯净纯善 这个是菩萨的方法 能够理一切的苦 那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心呢 来学这个十戒 十善 好 那这个十善跟五戒 它是同一品的 没有一个特别的十善戒 它是跟五戒是同一品的 下一个戒就是八观灾戒 再下一个就是菩萨戒了 好 那这个十善呢 它有分身三口四意三 那身体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三个 就是不杀身不偷盗不邪影 那每一个戒呢 它都有指持跟坐持 就是你要去禁止的东西 还要你要去积极去做的东西 那我们要禁止的 就是杀害任何有情众生的命 我们这要禁止止持 然后坐呢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积极的去放生 跟着去护生 这个就是我们要积极去做的 那以前有两个读书人 一个叫陶石良 一个叫张之庭 他们两个就一起去赶 就上京去赶考 那考了回来以后呢 两个人就想说 我们回到庙里头去拜一拜 结果经过了一个河呢 看到有渔夫正在捕鱼 弹补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扇鱼 那他们就很想要救他们啊 就一念着扇心就想要跟那个渔夫买 就问说这个要多少我们想要买 结果要八两黄金 他们两个都没钱 就赶快去凑啊去凑啊 好不容易凑到八两黄金 就买了这些扇鱼 然后就好不容易就把他们放到河里头 就很快乐啊 结果晚上啊 这个第一个读书人他就做梦 就梦到什么呢 天神就跟他讲说 你这一次的考试啊 本来你命中是没有得中的 但是你因为你的扇心 你这次呢会考取 然后呢他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以后呢 他第一个念头就想说 那我的朋友呢 因为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做善啊 那他也会得榜吧 结果后来果不起来 两个人呢都榜上有名 就是因为他们一念着扇心呢 去放生去护生 好那再来呢 不偷盗 不偷盗呢 就是我们说不占任何众生的便宜 那我们这个是要禁止的 那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积极的做什么 布施 OK 我们要多的布施 像我们宋朝的范仲淹 他是学功老师跟一光主持 最赞叹的人 他就是怎么样 他从小就很勤俭 然后自己呢 就是在庙里头打工 然后就吃 每天就煮一点点粥 粥了以后分成四块 每天就吃一块 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做到了宰相 他把他全部的钱 就拿出来买了很多田 供了三百多户人家 让他们有田可以种 不会贫苦 然后呢还买了很多田 很多地 就盖了学校 叫做新一田跟新一学 那所以他呢 现在呢 已经一千顿 他的世世代代呢 还非常非常的兴盛 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大的善 他的布施的善也很强 很有德行的人 好 那再来呢 就是不邪淫 不邪淫我们要禁止的是什么 就是夫妻以外的新行为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男的要中良 女的要柔顺 那我们知道在 在那个武则天的时代 有一个叫做敌人节 对不对 他那时候啊 就是去 住在一个 住在一个 浮衣馆当中 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少女 半夜就来敲他的门 想要跟他好 那他就说呢 他就很震惊的跟他讲说 我以前呢 有一个老和尚跟我说 我这个人以后呢 会有夫贵命 但是我要远离女色 那呢 这个老和尚他教我一个办法 我可以教你 他就说 他教我呢 看到女色的时候 要以不静观去观察 就是观一切的众生 这里头都是不干净的 内外都是不静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 隐喻心给放下 后来这个女的很有惭愧心 他就很不好意思啊 他就想 哦 我这么惭愧 后来他就改邪归正 后来一辈子 他就是忠贞 就是一辈子都没有嫁人 那这个敌人节 当然后来他也做到了大宅相 因为他这个人就是 邪淫这一段 这个守得很好 好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德行 好 那再来呢 口业 口业有四个 就是不妄语 妄语呢 我们要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虚狂的言语 虚狂 只要任何不实在的言语 我们要做的是诚实语 就是我们在经典上说 如圣而说 如圣默然 我们讲话要跟圣人一样 佛陀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不该讲什么就嘴巴就是默然 所以我们要学习佛陀的言语 然后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时候 我们就默然 好 那再来不恶口 我们就是要禁止的 就是粗恶的言语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柔软的爱语 我们这一切的众生就是给他们关怀 给他们爱护 让他们觉得很受感动 然后呢来跟我们学习佛法 那我们要是以后要学习菩萨界的话 菩萨界有一条很重的就是根本罪 就是呢 不说示众的过错 所以一个守菩萨界的人 不可以说 比丘比丘你幽婆色幽婆 以示众的过错 就是说你一说了 你随便在家里讲一讲 这个人怎么怎么那个 这样子呢就犯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是要小心谨慎 每一个口业都要把它守好 那佛陀在这时候就讲了一个 有一个牛啊 他是只有一个脚 那他呢 他有一个 他跟他的主人很好 两个人就常常在一起 那有一次呢 他那个 他就是主人啊 主人啊 我看你很穷啊 我帮你去 你跟对面的农夫呢 跟他说 我跟他的牛比赛 要是谁赢了呢 你就可以拿到很多钱啦 结果他就去说跟他比赛 可是比赛之前呢 他就 这个主人就说 啊我这个牛啊 很好 可是他就是 天生就是只有一个脚 然后呢 他 然后他只能做粗活 他不能做细活 细活他做不来 就是讲了他一点缺点啦 后来就说 哦你他的力气也很大 可是也很努力 可是后来去一比 一比了呢 就输了 为什么呢 那他都对过来 主人说 你不是说你会赢 那个主人说 你不是说你会赢吗 你为什么输 他就说 因为你说我的缺点啊 你说我的缺点 我就漏气啦 我就赢不了啦 那他就说 好了 主人你再去跟他比 但是呢 你不要说我的缺点 我就一定会赢给你看 结果呢 这一次主人就说啊 这个我这个牛很好啊 很认真 很努力啊 力气又大啊 就把他的优点全部讲出来 结果这一次去比 果然就是第一名了 所以呢 人都是需要鼓励的 任何一个人 你都要鼓励他 给他爱你 然后让他能够成长 他的潜能就可以激发出来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不两舌 两舌要禁止的 就是离间语 就是说这个人 那个说这个人 这个 尤其在僧团里头 我们就是讲和和语 让大家都能够和和 不要私底下讲 这个人 这个人什么的 这个都是禁止的 那我们要是 你要守菩萨界 也有一条界 叫做自战悔他界 一个菩萨 不可以自己说 自己好 是说别人的不好 这个都是犯界的 那佛陀呢 他有一次 他讲经说法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女孩子 少女停了 一个大肚子 然后就说 就指着佛说 佛哎呀 你还在这边讲经 你害我大肚子 你还在这边讲经 然后结果 大家都目瞪口呆 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结果呢 穆尖连他神通第一嘛 他就啊 变了一只老鼠 就把那个 少妇里头的 那个绳子 就咬断了 咬断了 他那个脸盆 就掉出来了 所以他没有 真的大肚子了 他就是脸盆 就倒出来 那他为什么 要毁谤佛呢 就是 在很久以前 佛陀是一个出家人 那他那时候呢 修得还好 不是很好 那他有另外一个圣人 修得很好 得恨又很高 那有一个女孩子 叫做上幻女 他就同时供养这两个出家人 那那个修行很好的出家人 那个善话 你就对他比较恭敬 要对他比较多供养 后来呢 这个比丘呢 修行比较不好 他就起了嫉妒心 结果他就毁谤他们 说他们两个 有暧昧的关系 那就是因为 那是以前的佛 你看佛 以前也是有嫉妒心 也是有患心 所以他这辈子呢 就算成了佛 还是因果丝毫不爽 他还是要受果报 所以每一句话 每一个念头 我们都要努力的断恶修善 再来就是说 不其语 不其语就是不要讲 没有意义的话 所以要指的就是 没有意义的话 要做的呢 就是要讲 有意义的言词 那孔老夫子在论语里头就讲说 群居终日 言不及意 好行小会难以灾 要是我们每天聚在一起 但是又讲一些 没有意义的话 那又喜欢讲一些 小聪明的话 福子说这样的人 道业是不可能会有所成就的 所以我们要讲话 就要讲有意义的 绝对不要讲那些笑话呀 然后呢 就是让大家能够开心 但是没有办法利益众生 那什么是有意义的话 就是能够帮助别人的道业 能够进步 让人家的会命能够开显的话 OK好 那这个是口业的部分 再来呢 意义就是我们要不贪 我们知道生死疲劳 从什么 从贪欲起 这个是八大人绝经 所以贪欲就是我们受胜在这个三界的原因 那我们就是 而且你贪心 你可能会偷盗 你可能会犯淫欲 而且呢 你也可能会杀人 因为你很贪心也会杀人 所以这很容易犯 也可能也会贪心 所以打妄语也会恶口也会气 就是你每一个都会这样 然后你也可能会贪心 又起了称心 所以这个意义呢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换很多很多的 他都是互相牵引的 那我们怎么办 能够舍住我们的贪心呢 我们佛门就是教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不静观 你就要观察你的身心是丑 是很肮脏的 别人的身心也是很肮脏 只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假象 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所以我不应该为了我 来造这么多自私自利的恶业 你这样子不静观以后呢 就会把这个我给放下来 你就不会这么的贪心了 好那再来呢 不称 称也是很大的习气啊 我们都是脾气很不好啊 这个都是学佛人很大的一个毛病 然后你要是称的话 很容易恶口 很容易杀身 很容易两舌 都是从我们这个心出来的 而且呢 有时候你也会因为称心 你又会起鱼翅心 想说啊没有因果啊 这个都是骗人的 你也会因为称心起很多贪心 也会都互相都会影响的 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复杂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佛陀教我们慈悲观 那慈悲观有很多种 尤其从因果 还有一种呢叫做自他交换 自他交换就是佛陀教我们说 我们要跟人家交换角色 一个做婆婆的跟媳妇 为什么合不来 要是你是你这个婆婆变成这个媳妇 说不定你做的比他还差 对不对 说不定你的 因为立场换了以后 你说不定做的比他还差 所以我们就是能够互相的交换角色 我们就知道别人的苦中 我们就不容易这么起身心 跟别人对立了 所以这个是发菩提心 一个很好的资量 就是教我们能够自他交换 跟人家兑换一下角色 就知道人家的立场在哪里 人家的苦中在哪里 我们就不会去得别别人起身心了 OK好 那再来最后一个呢 就是异业呢 我们不要愚痴 愚痴的意思就是波无因果 觉得没有什么善报 没有什么恶报 这个是最惨的 因为这个人不知道错啊 这个人有时候贪心还可以 你贪佛法那还好 对不对 那有时候称心你还知道错 那有那称那吃就完蛋了 因为你不相信有因果 然后你也无惨无愧 到了业也不知道 那这个就很惨了 那有时候你愚痴 愚痴也会杀身啊 也会偷盗 那有时候你 我为了我的朋友 我去偷东西 那这个也是愚痴啊 所以这个很多都是 这个贪痴是在心里头是三毒 每天都在我们心里头活动 让我们造很多的业 所以我们就柔转生死 那佛陀那这里呢 这个讲表教我们说 我们要在深夜下面就写说 曰深如神 深夜清净 那这个神呢 不是神子的神 这是什么神 这个是以前木匠啊 他就有一个神墨 墨水的墨 他就是一弹就直了 就表示说我们的身体呢 要非常的正直 像那个神墨一样非常正直 那在无量寿佛经也讲到说 我们要善护我们的深夜 不失律矣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来我们要善护我们的口夜 所以这里写 口夜呢 我们要怎么样 守口如瓶 对不对 口夜就会心静 口要守好 我们说如圣而说 如圣莫然 口要守得好呢 你就是很多的功德 就不会一直漏掉 一直漏掉 尤其是女众 很爱说话 这个要小心 说话多了呢 很容易造口夜 所以我们女众要小心 然后呢 那所以再来无量寿佛 我们善护口夜不积他过 你看这个口夜 它是摆第一位的 因为我们众生 最容易犯的就是口夜 那它就是说 不积他过 不要看别人的过失 你不容易造口夜 很喜欢看别人过错的人 很容易造口夜 它很喜欢讲 很喜欢看别人的过失 好 那我们要是有这个习气 就是要努力的改 好 那再来呢 防意如尘 我们要守 我们的意 像守防尘一样 就是要把它守护得很好 这样子我们才会 意业清净 所以我们善护意业 清净无然 一定要像这里 像菩萨一样 能够不容豪分的 不善夹杂在我们心中 真的要修道的人 时时刻刻 就是防我们的意 不贪 不撑 不吃 叫做三善根 那这个是佛们最好的一个善根 好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饼的部分 就是因变 因变呢 有两种 就是我们要并辨别呢 因跟果 还有有肉跟无肉 那因呢 有真 有味 有纯 有杂 有大 有小 有转变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 我们所有的业 都存在我们的第八意识 那这个就是我们存心的不同 我们第八意识的种子 三二的种子 就有很多不同类的种子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有千差万别 一正二报 为什么差这么多 没有两个同样的人的 没有不可能连业同一模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业果 你看完全不相同 就是因为造的业 还有心里头的动机 做善的时候的目的 十五届 十三不同的心境 就造成我们现在 个别个别不同的果报 所以没有一个偶然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因果的 所以我们的因 有时候我们造善 是真心的做善 有的时候是虚伪 做给人家看的 然后有的时候是纯善的 有的时候夹砸了很多什么 不善的心 自私自利的心 我为我的家人 这个也是砸了 有时候发大心 大菩提心 对不对 有时候又小小的心量 只为我的家人 或是像阿罗汉 就是发小心的 只顾自己嘛 那有时候又会转变 有时候真又变尾 然后呢 唇又变砸 常常心里都变来变去 所以我们的心是很复杂的 那问在那眼睛讲说 因地不争果昭欲区 我们的心发的不正确 就是有这么多 不同的心 所以我们的果报 为什么这么不清净 为什么我们在人世间 不如意识时长八九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也造了 深深世世造了很多善业啊 但是我们造善业的时候呢 心不纯 就是所以果报都是不清净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忏悔 那忏悔我们以前的造业都不清净 那以后呢 就是要改我们的心念 让它都是纯净纯善的 那果报呢 有分很多 重要是我们学识为试学 我们知道呢 果报有分一手果等流果 然后真上果 什么是一手果 一手果就是我们的第八意识 其实我们所有的果报 是我们的第八意识变现出来的 那这个是一时而熟 一类而熟 便意而熟 它是一蓬同的时间 每一个月造出来 不一定什么时候起果报的 但是一定会起果报 你该升天 你就会升天 那有二十八成天 你可能升不同的天 看你的纯心是怎么样 当你做实善的时候 用什么心 你就升到什么样的天 所以呢 这个果报是千差万别的 那这个三图六道 或者是四圣法界 都是我们这个心 创作出来的一手果报 那等流果呢 有分造作的等流 跟作用的等流 造作的等流就是说 前辈子很喜欢杀身的人 这辈子有等流的习气 也很喜欢杀身 那有的时候 很喜欢布施的人 你看有的小孩子一生出来 就很喜欢跟人家share 东西 那就是以前呢 以前就很喜欢布施 所以我们的习气 都是有等流习气的 那我们的果报 也有很多等流的果报 就是很多的渔业 就是说我们这辈子虽然做人 但是呢 你要是杀身重的人会怎么样 短命 多病 那这个就是余报还存的 然后呢 我们要是偷到很多的人会怎么样 常常东西都很匮乏 你可能常常被人家偷 常常被人家抢 这个就是你以前常常造偷的业 然后呢 你要是常常打妄语的人会怎么样 你常常会给人家毁谤 常常会被人家讲那些嫌疑嫌疑 就是你自己因为常常造这样的业 然后你要是常常的很 你很贪心的人会怎么样 贪心的人呢 所愿都不得 因为你就是贪心很重 那要是称心重的人会怎么样 常常会很恐怖 心里头无名的会很害怕 因为你常常很称慧 所以这个都是余留下来的果报 这辈子每一件事 每一根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 好 那再来的最后一个是真上果 什么是真上果 真上果就是我们的供业 所感召来的环境 譬如说 一个很 淫欲心很重的人 他常常会住在很污秽的地方 他就是自然长在那个很脏的地方 因为淫欲心很重 那有的人 贪心很重的人会长在那个果实都很欠收的地方 因为他贪心很重 那要是呢 常常称心很重的人 他常常会住在那个果实很苦很色的那种地方 就是他的贡业的那个余报 他的那个环境的报台在那边 所以我们说 欲知前事因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事果 怎么样 今生作者事 所以因果呢 它是丝毫不爽的 完全是看我们种什么因 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有肉跟无肉 什么叫有肉 什么叫有肉 有肉就是有烦恼的 就是说 你还有很多的 你为了 你为了世间的功德 去修五戒十善 就是说你还执着这个人天的福报 你去修五戒十善 这样子就是有烦恼的功德了 那我们学佛的人要求的呢 不是这个人天的果报 我们要求的是无肉的 出世间的功德 出世间的功德呢 就是说因为佛陀自戒 他自戒不是要让我们去升天的 他自戒是为什么 他是要我们鸟生死脱轮回成佛道的 所以他是要我们求的是出世间的功德 那我们怎么修呢 我们就是去向 离向去障 我们就是要离开 我们就是要有空观的智慧 叫做去向 然后我们要修习三轮体空的智慧 就是内没有布施的我 外没有布施的人 然后呢没有布施的这个东西 一切呢都是以空向的智慧来去面对 这样子我们才会有出世间的功德 好 那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讲表是教我们要怎么样断恶修善 然后呢 那这个断恶修善在禅中呢 我们就讲说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就是我们这个心对了 我们修五界慈善才会有真实的功德 那我们要是心摆歪了 那就是怎么修五界慈善还是没有功德 你知道吗 那个要是出地二地的菩萨 他们还是修慈善业 所以慈善业它是很广泛的 就是大菩萨也是修慈善业 只是你的层次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断恶修善 我们要以这个 我们要修无肉的功德 就是以菩提心修五界十善 然后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回向往生成佛 那这个就是最好最好的修行的方法 好那今天就是到这里 我们下次呢 就是要讲声闻圆诀的四第十二因缘 好谢谢大家 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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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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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